字幕君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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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我是世元介 真的是可以接到像這樣子 有愛有溫暖的故事 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而且在這麼久的時間 沒有在台灣演戲給大家看 回來之後演一個這麼有 愛跟真相力量的角色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感動的事 也希望大家可以換 因為這部電影 可以喚起很多 那一份最初的感動 跟最初的力量 我了解老師之後 我發現老師他對於堅持 在教育改革上 已經有20年的時間了 我從歌手到作演員 到現在 我已經有12年的時間 在表演上面 我也在堅持做我該做的事情 所以用堅持與堅持的精神 讓我跟老師有一個連結 就覺得我每一個課我都要到 我必須要跟同學很熟 我才有辦法跟他們 像是很近距離的抓在一起 所以我們在表演課一起 玩樂 一起聊天 一起睡午覺 一起我叫我披茶 請大家吃 把這一切 我們的感情越來越密格 越來越特殊 讓我很深刻的是 跟這一群學生能夠在 短短的一個半月 因為老師們會不會會回來 讓他們體驗到了 團體的生活 也讓我找回了 跟他們一樣那個最 最原始 最 最打從心裡初衷的那一份愛 然後一起完成一件事 我在拍完之後 我有傳訊息給大家說 無論大家之後電影的成果如何 我們只要記住一件事 我們在去年的夏天 做了一件非常酷的事情 我覺得人生的低潮一定都會有 在最後一張專輯發完之後 隔了半年 然後我再去當兵 然後當兵完之後 又過了一年 我用總總應該是兩年半的時間 所以我沒有管住 我沒有任何的 真正讓我可以上回到 讓大家繼續看到我的管道 我的這一些壓力 這一些關卡 我當時也很想放棄 我當時也很 沒有辦法去承受 我的戶頭 跟我的身後 加起來只剩就是七塊錢 我必須要讓我自己家裡面 得到安慰的生活 那直到現在 我可以擁有了一些 或者是我有了 家裡面安穩的一些能力 我覺得這一些是甜美的 這一些不是壓力 這一些叫做過程 你必須堅持 十二年的時間 我堅持表演 所以我希望很多的學生 面對一件事情 可以堅持下去 很多的小朋友 其實因為保留 因為偏向的問題 所以讓他們沒有辦法 有很多的夢想 或者是很多可以實踐的方式 所以很感謝 我公平能夠 能夠讓他們有一些 可以有夢想的管道 那我也希望大家 其實我如果真的要鼓勵大家 其實我覺得我的能力 或者是我的 我的影響力 可能沒有辦法實踐這麼大 但我只是希望大家可以 去重視這一塊 去重視偏向的資源 不足的情況下 能夠讓自己 為偏向 或者是為一些弱勢團體 去付出做點什麼 你的一點點舉動 會造成很多人 有很大的夢想 希望從現在開始 可以讓大家 再重新認識我 我也再重新認識我自己 哈囉大家好 我是四元介 今天我跟蒲公英 希望基金會 一起散播祝福 分享愛